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离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一场三菱 也就是大妈的第一视角 然后他选择英雄是PA 然后最近也是做PA的视频做的比较少 然后也有很多人问我 离子最近大妈去哪了 然后也是在这里看一下大妈最近的状态 大妈目前来看是浮衔在家 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打职业的队伍 然后让我们来接下来期待它更好的发展吧 底下是我一零书地址 离子吃货.com 欢迎大家能够来看看 本周也有很多好吃的零食在等着大家 有更多新鲜活动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来看看 各位吃货们赶紧来支持离子一发吧 地址就在底下 离子吃货.com 好了这场比赛让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大妈选择PA 这场比赛大妈居然连个质宝都没有 这什么鬼啊 过去是有质宝的 现在不知道大妈质宝是不是送人了 好了这边让我们来看一下 PA这场比赛出门装选择是 一个球运盾两组吃树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球运盾四棵吃树 两个树枝 然后出门装一级也是留了点 看他选择加什么 PA现在一般都是主地 一级币 然后复背洞的比较多 这英雄一般现在走中单多 但是这样比赛大妈选择是一个优势路PA 目前来看 看他怎么选择 还真的是没有食品 然后还是比较奇怪的 杜姆也是前期非常机型的勾一波兵 也是略势路混线的技巧 这场比赛貌似他的酱油去帮了中路 所以这样PA单打杜姆 还是压力比较大的杜姆 这种英雄打PA还是不难的 然后最近也是在火猫TV在直播 然后白天基本都会来 大妈这边细节非常非常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补刀这四个兵 第一波是4-0 就是正补全收 并且还拉了一波脸 利用镖子拉了一波脸 把兵线拽回来 前期非常非常顺 看着这边貌似是配合人 击杀游走了歪臣 歪臣貌似最近好像要跟马甲鹅组队 然后去东南亚跟黄勇黄勇 HYHY组队 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 这边PA前击加点 一般都是主标的 主标 然后复被动 一级的B 一般都是这么加 上来一眼现实也被杀了 貌似对面赏金成功杀击 那前击是一个比较逆风的局面 其实打刀的总会有顺有逆 昨天马甲哥那个心态 确实有些爆炸 队友确实玩的一般 但是也不至于那么暴躁 最多打刀他嘛 这种事情 有顺风有逆风 这场比赛大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逆风 让我们来看大妈这场比赛 到底是怎么打的 优势路装备选择方面 PA一般是 走优势路一般都会先狂战的 狂战这种东西增加了PA的刷钱能力 但是打中单 由于中单需要一些爆发 这边有穷尾盾 但妈呀完全不需 对路一顿 然后把杜姆血量压下来 杜姆这边也是 这边可以再逼一下 对抗杜姆开始交土 补这个大怪能补到吗 哎呀 这里被杜姆烧掉了 有点可惜 VS也是过来的杜姆将会比较的难混 这样杜姆应该是 VS持续支援一波还是比较有用的 因为这样 单放PA在这里打杜姆 其实是比较难的 PA装备选择 一滴拉掉一般 大哥方面 推荐大家还是一个 假腿 假腿狂战BKB的一个套路 中单PA 可以暗灭祭品 可以先双刀都可以 但是PA这英雄出什么都有 但是我个人感觉效果比较好的 还是假腿狂战的这种套路比较好 因为刷钱效率比较快 只要你是因为他这种 说实话 打大哥嘛 装备肯定是要以 就是优 就是打大哥嘛 肯定装备是要有领先的 要不PA这英雄打到后期是很弱的 所以推荐走一号位的PA 还是先狂战比较好 因为效果确实是 最好的 这边大妈也选择了一个毒球 扔个标打断一下他的进化 线上可以这样 逼过来 但VS能锤到吗 锤到了 但是我感觉要一换一了 咱妈这边也不打算走了 A死了 但是自己在这里还是被赏金收掉 不过这边他拿到了经验还可以 也是到达了五级拿到了经验 也不算太亏 单杀了一次杀了一次杜姆 在VS配合下杀了一次杜姆 而且自己的等级也起来了 所以说这次交换感觉来说还不算太亏 可以接受的 中龙黑鸟帽斯是被卡尔给邮报了 被就是跟卡尔对线中 然后被对手酱油给邮报了 赏金确实是 这版本像天梯一抢的高端天梯一抢的一般都是赏金或者土猫 这种英雄对于中路的支援能力比较强 而且在这种顶分天梯里面 说老实话 得中路者得天下 中路要出优势了是非常非常好打的 所以说现在这种能帮中路的酱油反而变成热门 像赏金啊土猫啊这样的都是非常的火热的英雄 这边前期还是以补刀为主 因为PA前期击杀能力确实不强 PA最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就是出了一个脚本外挂 因为威慑这个PA有有一点小小的算是bug吧 但是PA他到他现在是一个 就是根据你出手的动画来判定这一下是否是暴击 所以说那个脚本的利用了这个漏洞 就是能让PA 普攻攻击的时候 只要攻击动画不是暴击的情况下 他就会肯定就不会A出去 所以让PA基本每刀都是暴击 SSSS半天跨一刀暴击 SSSS半天跨一刀暴击 所以那个脚本感觉还是比较变态的 然后而且因为他利用的是一些游戏里的机制 所以并不会被屏蔽 并不会被那个威慑那个反作弊系统来侦探上 所以我个人感觉 这一次 这个法案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边土猫过来踢一脚踢空了 又滚歪了 哇靠那这被反杀了 大妈 这个为天火炸一下 动物炸死 哎呀 这土猫这两个技能 真的是亮瞎我的双眼啊 杜姆 只能说杜姆走位好 杜姆名字也非常嘲讽 你无形太低啊兄弟 那这样大妈被天火炸死一波 还是挺伤的 下路狼人打火猫 哎 卡尔悠悠悲悠了 鲜火磕一口 吃狗瓶子 感觉是有希望能活的 再吃个打罐子 应该是安全逃生 这边大妈也是貌似 看他快捷购买狼人里面 应该是狂战 那由于我是大妈粉丝 所以大妈的一些声名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大妈最早成名 最早在TOT 哎 这边双游 游到了下路 游到上路 我赶紧跑 他最早成名于TOT 当时TOT 有哪个队伍 一个是KSSS 还有卡布 以及传神 这些人 然后当年 相近矮 这边大妈肯定是贵了 我直接给他打 死了 A道 你对着我 可是作弊心 他是怎么来的 我就TOT的时候 他打的是一个酱油味 是一个 说一个好多人都看过的吧 VS这里也跑不了 就是当年若蜂 若蜂 恶魔巫师 大小兵的时候 对手是Peace的影魔 而且那场比赛中 大妈是那个双头龙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记得 他是那个双头龙 所以说他在TOT以后 开始小有名气 也是慢慢 从酱油打起来的一个选手 非常非常励志 他是 这边在击杀牛 但是杜姆来了 应该是不太要伤了 他最早在TOT打酱油 然后后来跟着TOT 由于散伤伤解散以后 然后他跟着龙底皮 其实为什么 他跟龙底皮 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跟龙底皮 去了Dirty 也是一支山西的一支战队 叫山西神韵 然后在那里 开始主打C位 蓝猫 有玩的一手好蓝猫 然后开始慢慢的成名 最终 然后加入了CCM CCM就是 最早的 ID的两支队伍之一 后来在那次整合以后 在CCM迎来他的巅峰时期 然后第一个巅峰 他第一个巅峰就是 人称钢筋手卡 的那个手 哎呦 赏金这里疯狂收割 14比3 我三路全崩 我好难 就是在CCM赢得了钢筋手卡的美誉 然后那段时间是 应该是他比较巅峰时间 这边 一个板 PA能收到赏金 这里在追神牛 应该是还能再给个标 狼人追着咬 但是他由于B的等级比较低 还能扔一个标 哎 被狼人直接啃死 可以可以跑了 这波还非常非常转的 终结掉了一个赏金的大颜色 拿到了1400块钱 对 拿到了700多 有了1400块钱存款 然后后来在埃及 埃及两支战队 由于CCM跟当时的老人爹 私人组都是实力跟状态 都还蛮强的 但是一直出不了成绩 所以 王校长 然后王思松 把两支队伍合并成了 现在的就是 TI2时期那支冠军埃及 然后经过磨合一阵 拿到了TI2的冠军 然后达到了自己 真正的巅峰 TI冠军 后来埃及周神走了以后 这支埃及慢慢的 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但是大妈当时的表现 确实是无可挑剔 大妈当时的表现 真的是非常完美 无可挑剔 这边想拉波也 但没拉出来 猫子是被疯了 应该是 那边一眼就是大妈 直接出了标吧 然后达到了自己 真正的巅峰 后来周神走了以后 这支队伍开始了 进入到一段低迷时期 但是在国内由于有大妈 跟当时状态还算不错的 大风哥撑着月风 然后撑着 最终成绩也还过得去 而且大妈经常有一打九的表现 当年的一刀之灵 就是在这时候 中单优鬼 中单水 偏偏打大河 这边VS 黑鸟亲应该关系 VS 感觉有的救 这边有人 威胁支援下来 但是被 被黑鸟打断 应该是跑猫的 总之一只也算是顺风顺水的 就是一直算是顺风顺水 当时国内第一中单 毫无质疑 然后这么多年状态保持也非常好 他真正开始走向 下坡路就是 天四以后 然后真正的 就是天 天五以后吧 打完天五 大妈真的是心气 状态实力全都打没了 这一段时间需要好好的恢复一战 诶 这张比赛 他好像对面有紧张哥 哦 还真有 阴珠赖 两一落的卡尔 阴珠赖的 大妈真是跟紧张哥有缘呀 这张比赛紧张哥要暴虐大妈 紧张哥当年 是怎么跟大妈争执起来的 就是紧张哥那时候在老安爹 然后大妈在爱记 然后经常大比赛是互相嘲讽 让紧张哥怀恨在心 后来在一次比赛中 嗯 紧张哥当年用的蝙蝠 然后把那张比赛大妈用的贴 然后队友全崩了 然后紧张哥那时候蝙蝠拉上 把他拉上高台 就是把他 把他拉上了高台 没有杀的调戏 调戏大妈一发 大妈这个人很傲娇的 也受不了了 就开始喷 说你他妈的蝙蝠这么屌 怎么在比赛中看不出来呀 然后紧张哥说了一句 当年最有名的话 紧张 然后后来天5之前 大妈那种状态确实不够好 然后这边 被紧张 哎 大根点一下 被单杀了 刚刚说怒杀一波紧张哥 紧张哥就怒怼一波大妈 然后其实这个 虽然我是大妈粉 这边把自己关了吧 黑鸟 这里狼人能啃死 能不能啃死狼人 一个三魂直接滚死 然后双杀 火猫完成这波 火猫配合 尔卡尔魂 那都没有能够双杀 其实这件事吧 怎么说嘛 我虽然是大妈粉 但是我还是得说 大妈这次公开嘲讽 有点不太对 毕竟 不能猛出人家痛出 那阵老天成绩 确实不太好 紧张哥在比赛中 发挥也是一般般 所以说他说了一句 你后来自己落难了 状态当时确实 大妈如日中天 在IG绝对的大腿 世界就是当时世界中单 也是排在前几位的 状态非常爆炸 所以说紧张哥 由于自己名气 确实不够 也是不敢跟大妈应战 还嘴 然后就没敢说 这边再一个大根 直接聊聊 没粉 但是有真眼呢 找一下 紧张哥非常急警的 往那边绕 应该是能逃出生天的感觉 土猫滚上来 不好说 土猫好像有粉 土猫上有粉 大妈选择继续追 看到赏金了 粉出来 这边看到了 从一隐身的动画了 紧张哥要死 被土猫一脚踢云 直接拿下 又重点到了 一包361块钱 也是马上狂占了 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然后当时 紧张哥确实不敢还口 然后等大妈落难了 紧张哥当时怒喷 这就是空大 你比赛这么点 空大485 轮轮 轮子 4-3轮 原来的法拉力 现在的奇瑞 这里后来大妈 大妈怒怒说 一个solo 然后俩人怒喷 喷了好长时间 不过现在想想 这俩人 都紧张哥在饭团 打的成绩并不好 可能也可能要解散了 简哥目前也处在一个 没有队伍的情况下 大妈也是一个 在这可能是 应该是不会在 轻聚在 A系 出队再打了 然后有可能会选择一些新队伍 或者那类的 所以都是忍着黑鸟拿盾 都是忍着见人 智者见智的事情 然后 这里毕竟嘲讽是大妈开的先河 在这里虽然是麻粉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说是这次实验 就怒喷紧张哥 紧张哥这个其实很正常 妈的你天天喷老子 我靠 你当年是乏力 老子不敢喷你 怕喷不过你 你现在都是你妈 三轮车了 你还要喷我 我操 那我能忍 紧张哥心态肯定是这样 这个正常 打刀的如果一个人老嘲讽 你 你 你被喷了 然后他当年喷过你 现在他打 打不过你了 然后可能不是打不过你了 然后在一场比赛中 你虐他 你肯定会很爽 很爽以后 你就会 可能还两句之类的 所以说 现在两个人 基本上也算和解了 然后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这种事情 忍着见人智 忍着见智的 虽然我是大妈粉 但这件事情 我并不是百分百是大妈 好了 话题也就说到这里 然后也说了一些 大妈的趋势 这边大妈也选择了一个 非常正统的 假腿 加上 假腿 加上狂战的一个套路 这也是PA 比较合适的一个套路 然后 假腿 狂战 因为他这样比赛 在前期不是很顺的 被游的很难受 然后他依然稳定地做出了假腿 然后假腿加狂战 16分钟 不算非常快 但也不算慢的一个数据了 比较正常的一个速度 然后做出这个以后 大概在25分钟前 一定要补上BKD PA这种英雄 BKB是核心道具 因为为什么 他是 有很多人认为 PA是打持育 持育叔叔 其实不是 他是打爆发的 PA凭借自己的高暴机 可以打迅速打爆发 PA后期 就是狂战 作为一个刷钱装 增强PA 因为PA打前能力比较弱 他 狼人 开大一过来咬 牛都一个跳大 这边跳了空大 我靠 糟不住了 雷鸟一个大 这边直接一刀 干死牛 Q0Spray 这边狼人 非常非常凶 充电充得很猛 大妈这边没有选择 继续过去 杜莫也被咬死 我老人这场比赛 中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打出了爆炸一般的输出 他一般 PA狂战 就是增加的打前东西 然后 我家腿 这是PA最适合的道具 因为PA对于攻速 是非常稀缺的 然后BKB出完以后 到后面装备 一般都是攻速装 或移速装 比较推荐的是 银月 夜叉 和晕锤 这样的东西 因为就是需要 晕锤是因为有控制 防止PA被放风筝 砍不到人 然后夜叉 跟夜叉 或者 就是夜叉 合成的双刀和分身 或者银月之精 都是增加自己攻速 强西也是很适合 PA的 为什么 因为PA这英雄 他的攻速越快 就在同一 在相同的时间内 他砍出的 他砍 就是在 比如说他攻速 他攻速很慢 五秒钟砍五刀 然后 然后他五秒钟砍十刀 你暴击几率是一样的 喜欢 这十刀输出 是远胜于五刀的 而且PA需要 PA由于他有这个 大招的四倍暴击 所以说 他是一个打爆发的 在BKB那短时间内 一定要切掉人 大晕啊 是这种攻速装 都是比较适合他的 所以说 PA一定要切剂 大家不要老觉得 B过去就有攻速 你并且那个攻速 只能砍几刀 你看他这个满级的B 他只有满级的B 他只能攻击四次 你到后期 一个PA不可能 就靠这四刀搞定了 所以攻速对PA 非常重要 一定要切剂这个 攻速特别重要 因为我PA玩的 也算是比较多的 在这里告诉你 PA攻速特别重要 这种很蠢的行为 绝对不能因为他有B 也就不成功速了 这种很蠢的行为 PA这边现在 基本上以刷钱为主 这边又看到了 逛街的赏金 又有赏金 所以对面打架能力 这样比赛看似 开始人头很落后 其实还好 经济落后 一直不算多 狼人也算肥 狼人这种英雄 中期 他打到中后期 配合让PA的双冲脸 可以给黑鸟 冲出一个比较 良好的输入环境 但是这样比赛说实话 黑鸟有点穷 前期被打崩了 被游崩了 阿多斯还是摇摇无期 其实我个人感觉 黑鸟战鼓和阿多斯 出一个就好 除非你真的是非常顺 因为他这种东西 你是把血量撑得很多 但是 有点拖节奏 我感觉黑鸟 对于BKB和跳刀的需求 还是比较大的 他这两个都出 说老实话 有些拖 阿多斯其实是最适合黑鸟 就是 黑鸟是最适合阿多斯的人选 为什么 因为他 这些属性 撑一丁的生命值 撑一丁 撑治理 都还有一个减速 对于黑鸟这种 没控制 急需治理 还需要生存的英雄来说 完美 破费 这边大妈也马上 又快过狂战了 非常非常顺 刚才那边团战打赢 让他舒服的不行 火猫经济全场第一 应该是飞鞋狂战 然后身上还有松管 然后鼓励把跳 这边由于P没有BKB 所以艳芳不太敢接 直接放这个防御打 也在清领中 这边三个人 成功击杀狼人 狼人这刚才有点浪 回去收线被抓了 这样PKB PA的BKB 说完这波兵就有了 有了 够了 BKB出来了 21分钟 非常的顺 在前进不顺的情况下 中期补了几个人 补了几个 就是拿到几个人头以后 可以让自己变得非常非常舒服 那他这种装备 这段时间 PA是最强势的时期 PA不是大后期 是中后期 就是他在这段时间里 是他相当无敌 相当强一段时间 可以尽情在团战中 不停的DB人 就是 标 其实PA打团战 可以先逼后地 这边你看 BKB第一波非常凶 PA这波 根本就直接拿下卡 谁也打不过PA 这是我的PA 21分钟这个装备 PA真的是 遇神杀神 遇破算过送杀 10秒BKB的PA 强的强生马了 因为他不像磁温 磁温有这个装备 不一定 不一定比PA凶 为什么 因为磁温 磁温他这个英雄 面临的最大问题 还是砍不着人 PA是肯定能砍着人的 在BKB时间够长 情况下 10秒BKB 肯定是能砍着人的 这时候PA 一定要在这段时间 敢于接团 什么团你都敢接 没有你打不过的团战 21分钟 这时候这装备 你只要能在25分钟 就是25分钟 可能有点慢了 20 23分钟左右 做出狂战BKB 加加腿 这时候你在团战中 是无敌的 你一定要记住这点 除非你特别逆风 就你一个人肥 你把其他队友四个穷 那那那这就没办法 你用什么都拯救不了时间了 但是我只能说 这段时间 PA战斗力爆表 BKB时间长 并且爆发挺高的 有等级优势理由 这段时间 PA特别无敌 PA一定要抓紧好 这段时间 积极打架 能刷钱就刷钱 他们对面敢打 你就要敢接 这时候PA特别无敌 在团战中 进行的DB人 而且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 尽量团战 先B后D 为什么 先D容易被对面警觉 比如说你像 PA这边一般都是切一些 输出威胁最大的 你像这样 他能切的 卡尔跟牛是最好选择 这边 卡尔跟牛是最好选择 一刀 给上杜某 但是完全不怕 杜某开启BKB 这边杀牛 一刀 两刀 变态杀戮 PA这就是 什么团案都敢接 他现在墙的DB 一定要抓紧这段 就是你像他这样有BKB 切卡尔切牛 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就是你要切对你威胁最大的 如果你先D的话 很容易被对面警觉 对面可以提前开绿 或开威光 提前开绿 开威光 开推 或者直接准备 你先D 就是要告他 我要B进来了 而团战中 你可以先B后D B到他脸上 直接砍你刀 然后D减速 接着砍 可以这样 效果非常好 你可以去试试 PA这应用 我打的很多 在这里也不是给大家 瞎吹巴道 哎 这边换你资格 还是拿到盾 卡尔的一套 技能放的还挺好的 狼人这边 直接状态都红了 别被添我 火猫再一个T 但是PA这里没BKB 好难 我这一刀 稳 我可 猛死的军 输出爆炸 这时候PA真的什么团案都敢接 我也觉得就应该这么打 一定要抓住这段时间的黄金期 为什么 因为你这段时间的黄金期 你要抓不住 打到后期 你是很弱的 打到那种纯后期 BKB时间变短 你是很弱的 这边 我打云人品相当不错 哎 我猫是在逗我们 我靠爆了 你行 这边 这边 真是 这个 呢 我 I 酭 我 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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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PA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很 就这种PA理解很到位 因为他现在 BKB时间比较长 输出环境还可以 所以时候不太需要大晕来控制 大晕什么时候出 就是你BKB时间变短 团战开BKB上去 然后第一刀 就是先B 然后B上去以后 直接打晕 在这段时间 凭借你加速那几刀 瞬间秒人 秒完人以后 你基本上在团战中 就看不到人了 基本上就会被封着了 比较高端水平局都是这样 就是基本上 你B上去砍完人 大晕点上一个 然后秒了对面核心人物以后 一般你在团战中 都很容易被封着了 BKB一枚PA这种英雄 跟死温一样 常年被溜狗的 只是说比死温好点 但是也依然解决不了 近战输出的问题 近战输出都这样 很没办法 所以说现在像除了死温以外 死温这种英雄 纯粹是因为刷钱快 战略意义高 就是打装被碾压 迅速照被你 因为他刷钱快 这版本有人问我 说离子推荐几个上温英雄 推荐大家死温黑鸟换着玩 就可以稳定上温 只要你这两个英雄玩的好 死黑鸟 或者你会玩一首绝活 比如说土猫赏金 这首绝活也可以用 或者卡尔也行 但是这些英雄 都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 比如说土猫赏金 这种都是需要练一段时间 赏金吃节奏 土猫吃操作 然后卡尔这种哥们就说了 你卡尔跟卡尔 今天差的很多的 民工卡 石膏卡 你看看CTY大妈 还有Maybee他们玩的卡尔 你再看看龙神 大风哥玩的卡尔 你就知道卡尔的英雄 差距是相当大的 会玩的跟不会玩的 差蛮多的 你因为可能龙神啊 还有龙蝶 或者大风哥 他们的卡尔 对于一般的路人玩家来看 对于咱们这种看直播的来说 其实玩的已经不错了 但是你主要是看过比他更好的 你看过什么 大妈呀 还有什么CTY呀 霸气呀 还有那些人的卡尔 你再就是感觉玩的 Maybee啊 这些人卡尔玩的很犀利 杨一落这边上波 被卡了一个高波 这边大妈已经达到了 Holy shit Holy shit 陈子 这边要先做分神火解压状态 对面说老说啊 火猫C可以解 赏金镖可以解 诶 信使被杀了 残 分神火卷肉在身 在鸟上了 那这样没准 大妈就先补 先补大云锤了 蝶兽为零如地址 李子说的 TOM.COM 也欢迎大家都来看 最近有好多新鲜 好吃的零食 各种上架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尝尝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了 李子在这里谢过了 P这段时间 非常强 然后做出了 还是做出了分神火 他信使里的 8国间不是他的 分神火卷轴 我以为是分神火卷轴 他不会是 又买了一个吧 8国间应该是 分神火卷轴 我记得我没记错 就是八百 大妈无疑又买了一个 还是够耿直的呀 干UM啊 大妈还是懵懵的 很耿直 其实大妈的弹幕是一个直播间比较好的弹幕 没有那么多节奏 我其实挺喜欢看大妈直播的 为什么 因为大妈 这个人吧 比较傲娇 然后 有时候也会看个弹幕 但是基本上不怎么理 然后他的房间带节奏的比较少 都是什么 萌妹子啊 这就是说什么 大妈是个萌妹子啊 什么 43 430 然后聊聊天 都是 都是喜欢大妈的真粉 很少有那种喷他的 其实还是很少有带节奏的 你去PCE的房间啊 看看大B神的房间啊 那么甜点都是那么黑的 黑的喷的 那么水军各种各种各种 这个那么真是难 其实这个有差评 不见得是坏事 就是 你如果没有人问金 才是最可怕的 就是你无论做出什么 都没有人看你 卧槽 那你这个你们公众人物 当的也是有点 有点扯淡了 其实PCE B神这个也并不是不好 就是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种节奏 但是 怎么说呢 还是能证明他们的人气的 起码有人关注你 才会有黑有粉 没人关注你 没黑没粉的 好吗 这 他 鸟里应该是分入卷轴吧 看一看 狼人做了把伞尸 这边 艳芳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说老实话 上高能力并不强 黑鸟是个短手 狼人跟PCE 是双进战 就是 上高能力也不是很强 所以说 他这怎么 大妈这是录像bug吧 为什么他分身出来的 有吃饱 他这应该是一个录像bug 他为什么分身出来 有吃饱 所以他不是那种 我把你把我把我把你拆掉 那我们的 我把你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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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多不能买 那咱为什么会有金箱 有能买货 1200块就能买货 32分之后买货还是比较 时间比较短 火猫也是一直在 代线牵制经济方面 PA已经跃居到全场第一 因为他这段时间刷高速刷钱 加上收割 这段时间PA一定要把自己经济 跟我刚才说一样 PA一定要经过自己时间长 那段狂战就是 就是BKB那段比较时间长的时期 一定要打住优势 这英雄打住优势 金箱爬不上去基本上就急了 你看为什么这样 他们连续的开悟找节奏 因为PA这种英雄 他不是纯后期 不能一直傻刷的 一定要找对面打 压制对面金箱才有的打 这种英雄纯后期真的不强的 黑鸟这段时间经济也算是慢慢补了起来 有了BKB 有拉多斯 有了战鼓 应该是也有 马上就要快有羊刀了 估计 羊刀正在边 还有套距离 时间还挺长的 现在黑鸟 基本都是这个存心的 这一套 我认为是黑鸟 最好看一套 小飞机 哦 对对对 我忘了吗 白晨应该是小飞机 现任 现任男友 这边 这边 看各种 各种微光各种绿 这时候BKB时间一短 他其实挺难的了 这边你看PA这里 打爆人 很难受 天我炸一下 但是PA完全不虚拟 狼人这边也过来 一个 云锤 卡尔两刀 卡尔直接切隐身 跑路 拿宝石 把TP撑了 拿宝石 哎 找到了 宝石已经被VS减了吧 咱们完成一波三杀 这波就比较顺了 你看现在已经能看出来了 PA如果刚才装备 不碾压的情况下 其实蛮难打的 各种微光 推 绿 各种保命装 一做出来 PA就比较难受了 哎 这边 赏金 换过来 直接被黑鸟 一下A4 这一下 燕方 打完这波 一换五以后 优势已经 掌握在燕方手里了 虽然天文王 经济 依然是不算太落后 看 天文王 领先 还领先呢 领先2000 但其实现在已经 并不是很好打了 主要他们对边 核心也比较多 狼人PA 还有黑鸟装备 都已经慢慢的 起来了 这边黑鸟 打掉肉栅就比较好打了 老人也有了G品 然后为PA提供一定的训航 其实我个人感觉 G品暗面这个套路 真的不是特别好用 为什么好多人都迷信这个 我承认暗面爆发力 相当高 但是G品这个东西 你G品暗面的PA 只能适合于打对面 全是消耗 没有什么太高爆发 因为这种PA 它不成属性 血非常非常的少 血少到夸张 1000 1000点血 你G品暗面的 就这样的PA 有点脆 这边看到洞 狼人先变狼 现在狼人这个变狼 真是蠢 狼人现在这个变狼太蠢了 你要过去挂 直接变成狼 瘟灶的一逼 现在呢 还得来个音场动作 我对着周围声喊 我要变狼了 你们赶紧跑 太傻了 现在这个狼人 过去我很爱玩狼人的英雄 现在他这个变身 真的是走不住了 太蠢了 这下我能更潇洒了 我过去讲道理话 过去那个狼人秒变身 有点强 老实话 这血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有点强 那确实是有点厉害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视频点击量下来了好多 可能是大家都没时间 看道道2了 但是我刚才觉得过去 一般一个视频 放出来两三天 一般四五万是肯定有的 这两天就两万多 不知道为啥 可能大家都不爱看 最近选的比赛 还是中国道道 有点没落 然后这边沉没道了 这火猫死了 大妈连续的Holy Shit 这包眼防 给找机会上高了 抓死了火猫 其实是带盾带奶 上高 挺挺有希望的 应该把最后一座外塔带掉 我好不是最后一座 最后一层外打 各位二座外塔 都没推呢 云月之精 看大妈其实很 很很懂 很懂 帖的英雄 帖的英雄 因为云月之精 是核心道具 绝对是核心 但是这个 独木把线又带了过去 那么任性,我滚着玩 但是,老人直接开BKB,PA开BKB,各种技能,大晕,就杀锦长哥,把锦长哥先怼死再说 那这样一路被开,他们已经比较难打了 想救一下欧迪,这欧迪应该是掩护一下撤队,没有任何问题,成功的跑路 最后一个大调可以补个吸血,比如撒弹这样的,比较适合P 如果对面有各种闪避的,推荐补MKB 蝴蝶对于PA来说,要求并不大,这边打晕在CD,大妈这么像一只人品了 我感觉,除非你第一刀就能砍晕 诶诶诶,玩了个田,差点焦盾 我盾应该,我估计快到时间了 我估计盾也要快到了 狼人弄心 狼人装备也非常非常好 这样比赛,其实狼人的中期的非常给力发挥是绝对密不可分的 不是狼人这拨出的玩意,感觉他们中期那拨就崩了 在PA装备没成型,黑鸟被油崩的情况下 还一定要狼人站出来,这样比赛狼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Y尘是一骂TV小飞机的现在现实男友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说,为什么,这个 我刚刚想说,黑鸟这套就是顶配 最好看一套 墨师的三件,然后加上这个纯金的放株丁 如果大家经济条件不允许,然后就是学生党之类 纯金确实比较贵 然后可以买一个普通的放株丁 也就是10块20是吧 可能都到不了20 就讲那个纯金的那个,不是纯金 就是普通的不朽放株丁,应该到不了20 只是确实是金的更加帅一点 你要是不考虑价值,就不考虑价钱方面 金的确实更加帅,好看一点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天灰下塔,已被摧毁 这边现在他们有一路高地优势 然后可以带带线 皮A也做了个飞鞋 这下一步应该是打算合个撒旦或细雨 看到快捷购买了,里面是撒旦 也做了一双飞鞋 因为他现在没有太多格子 这波的队友推中塔,然后他把上线带一下 应该就不能飞过来,他有飞鞋的 又大晕的,红猫直接带一波走上了 但正面打起来了 天灰这边还敢不敢带 先带一波,还是直接飞 先回中塔,已被摧毁 队友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他也没有着急飞,先带一波再说 诶,这边这个杜姆 狼人狼已经看到了 赶紧BKB B到狼身上 大云能点上吗 分身躲一下 操作非常犀利 大云直接点上 杜姆直接被秒杀 卡尔这里有危险 吹了个假的BKB开起来 大妈现在这一波直接BKBTP 非常的稳 哎呀,那这一波 急杀掉杜姆可以接着推下一路了 卡尔红血 这一波应该是 你看,黑鸟已经能 队友已经独当一面了 两一落也要死 最近两一落也是冲到了8000分 中国最近也是8000分大神猪 雨后春笋一般的诞生 其实也不是说中国电梯 还是那句话 中国现在差在态度上 并不是差在实力上 真让这帮选手冲 他们还是能冲上去的 小尖子也从7500分冲到7900分了吧 冲了400多分 好像猫猪快要到8000了 这一波一战 哎,黑鸟养到了 那这两一落再次阵亡 买活死 基本上 不是买活的 开出印 基本上是级绩了 杜姆比赛可以说是级绩了 非常精彩的一场PA的表演 然后狼人 狼人的发挥也非常非常好 中路兵营 呃,这阿米斯估计打到现在 已经失去了玄契 也是给大家说了好多PA 关于PA我自己的理解 然后 也是欢迎大家能够来 一直持续收看我的视频 然后底下是我015地址 离死错了 然后来看看 欢迎大家能够来看看 夜明主动超级 你给别 但是直接大云锤 我给点医院直接学死 稳住关间 天灰中塔 正受到 这里PA 基金松一波没什么大意思吧 哇 一切如我所料 这鸟皮跳走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比赛做这里非常精彩一场比赛 然后到时候在片尾也会把片号给大家 就是把这波翻号 编号 妈的翻号去了 翻号也不见得都是不好的东西 就是一个电影发片的翻号 看看翻也挺好了 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2225927945 非常精彩一场大妈表演 然后也是给大妈粉带来点福利 最近好多人都问 好多人都在问大妈去哪了 好了比赛做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水里子 我们下期见 如果想持续收看我视频 可以在优酷上点下订阅 然后因为好多网站 那有的转有的不转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好了谢谢大家 我是紫色水里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